大家好,我是蒙哥 今集有個觀眾有租墓糾紛 也不算糾紛,因為他們暫時怕案金拿不回來 就問我究竟如何處理 我便出一集跟大家說一說,這個情況之下應該如何處理 因為她的租約是今個月6月30日到期 也不可以說遲了一段時間才回答 所以今天就選了出來 做一集就回答她的問題了 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的請幫忙訂閱 請讚好分享給朋友,有時間的話請幫忙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的支持 看看觀眾的留言 你好,一位忠實的聽眾向你尋求意見 都是關於炒家的業主 小弟和老虎在香港竟然說了一個家事店 從事室內設計18年 最近想移民到英國 所以打算將業務和股份 給親人接受經營 長租了18年的店舖 也在今年的6月30日 就懸弱了 打算租了一個月 到7月尾 方便交接業務 但我們很擔心新業主會吃了 我們租店的按金 事關新業主 2021年以1500萬 高位置賣我們現在租的店舖 高於當時的銀行股價300萬 三年之間的 簽租約的時候 新業主都積極想將現在的店舖脫手 要問我們要不要 1500萬 賣給我們 上手 傾租約的時候 還是逆市家租 但老虎對這個店舖有感情 無來答應 這個答應不是買了店舖 是答應加租新租約 事至今日即將懸弱 同區近往的位置 租金已跌至三成 至兩萬元左右 店舖的估值 亦由1200萬 跌至大約900萬 業主在宜江市認出 33000一個月的租約 當我們表明不想再逐租 他就說減到3萬元 我們都說準備移民 就不會再租 新業主的態度 開始變得強硬 業主就說 不想租多一個月給我們 我們在6月30日 走 我們提出 不如這個月的租金 現在租金38000 就在按金76000扣 3月30日交的個人字 就給我們38000一個月的按金 給我們就可以了 但業主堅決不肯 先停一停 到這裏 業主不肯扣按金 其實是合理的 為甚麼呢 因為按金不可以這樣扣 你賺這個租客當然沒有所謂 但業主如果真的去原則問題 或者合約精神 是不應該扣的 所以其實 6月你還是要交租 這個時候 我擔心 新業主的Cash Pro 是不是出現了問題呢 因為他 是跟銀行借錢賣 之前跟他聊天 都覺得他很受緊 做了一段 這個續約的時候 明明談是38000租金 但租約就寫42000 接著又叫我們 交38000租 不清楚 想做甚麼手腳 這裏你停一停 這是陷阱 首先 本來你的租金是38000 但租約寫42000 你應該賺到42000 他有機會 每個月 欠他4000 究竟他會不會每個月 寫租單給你呢 如果他一直沒有寫租單給你的時候 你現在走 他有機會 每個月欠他4000 這裏你要小心 我告訴你 為甚麼他要寫42000 第一個原因 可能想誣你 等你縱伏 等你縱伏 你到時 你提早走 或者是 和你鬧得不如煩 的時候就拿出來 就兇你了 第二件事 想做高了 股價 即是那個 你的租金越高 你銀行的 普遍估值 可能不會高一點 理論上是 但現在銀行都不看這些 不過很多人都會想 做高了 租金 可以影響到股價 其實正確 如果我是個炒家 我是個炒家 我怎麼做呢 租約寫42000 不過有免租期 可能幾個月 加上免租期之後 每個月平均 38000 這樣完全是合法 你給別人表面看 租約真的是42000 但因為前面有幾個月的免租期 其實租約交租 也是要交到42000 即是後面 免租期的租約當然不用交租 現在拉均勻 這個租約都可以 除了38000 大家應該明白我講什麼 其實這裡我覺得 伏位是很大的 現在是一個月 欠近4000 我想這個讀者 這個觀眾 你要看看 你有沒有什麼 資料 錄音 或者當時文件 記錄得明明是38000 要你給42000 這個很重要 因為現在你走 他有機會追回你 他說你交不齊租 好了 繼續看完 Anyway 現在我們最擔心 是完了 這個租之後 去找一大堆藉口 扣按金 不退這個按金 尋求拉人哥多年的注意 這個時候拉人哥應該怎麼做呢 我先解答了你想用的按金 抵扣最後一個月的租金問題 基本上 如果是我 我是個炒家 我也試過的 我有一些租客 我是OK的 我不用再交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 是拉人哥 亦有些人很小心眼 或者合約精神 就是要交的 6月份 6月份 其實我意見 你也是照交 交了之後 有沒有風險 是不給你76,000 是有的 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你把租約出來看 你看一下 你原來租的時候 你是以現狀 交給業主 還是要先還原 因為你那層樓 已經是 租了18年 如果是要還原 18年前 其實我相信這個業主也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有機會 你加回給業主是否以現狀 如果以現狀就不用還原 即你不用花一筆錢去還原 所以你看一下 租約 究竟你加回給業主 有時候你是要還原 還是以現狀 這是很重要 如果你說以現狀 其實他應該沒有東西要扣你 對吧 萬一 你 即是我提議 你6月份 你照交租 即是說 你完約之後 就有76,000 國安金在他手上 萬一 他就真的扣你 就說 這裡的電線又說 這個光管又說 這個又這個又說 又說 扣了你76,000 即是給你6,000元 你當然不同意 你其實可以怎樣做呢 你可以打官司 不過打官司 就很煩 大家都知道 就有浪費 在這個 這個三財署裏 那你以為又怎樣呢 你就不要拿76,000 了 你試一下 就CAMP 50000元去試划錢債 你上去試划錢債 你一定贏的 是吧 你是放棄了部份錢 你是不CAMP 70000元 那就 這樣就可以補回那個50000元 因為你不交6月 然後你 說用過按金扣 其實在法律上 你上到去哪裏打官司 你都是不對的 所以其實我勸你6月份你照交 是有個風險去保持7萬多的 但問題是你之後你打官司 你是贏的 面子是很大的 因為你所有合同的東西 合約上的東西 你是做了 所以就 你說真的我不想搞那麼多 今天 不要2萬6 就只是CAMP 50000元去試划錢債 反而這裏你留意之外 前面的問題是更嚴重的 就是 你每個月付少了4000元 那這裏你怎樣解決呢 所以你現在一定要看 你拿出來看 為什麼當時付少4000元的時候 你說是業主要求 有沒有任何文件 或者錄音 是有一個證據 是業主建議你們這樣做的 這個很重要 第二件事就是 你看回租約內容 還原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 因為還原是很大的事 是吧 你說你要還原18年前 我相信這個業主人不懂 也不知道18年前是怎樣的 所以我估計你們的租約 是不是不用還原 還是現狀還給他 如果現狀還給他 照計他就不可以有什麼扣 總結一點說 第一 我給你的意見 第一 就是獨月份的租金 3800兆比 好了 就是你做得適合你自己 身為租客的義務 你先做好 好了 至於業主 之後怎麼做呢 之後才刷 他可能很和事 是吧 可能扣你幾千元 就還給你7萬元 我覺得OK 是不是 只會扣你幾千元 也可能 好像你擔心 想吃完你的7萬元 一毛錢也不讓你 或者只是 扣你7萬元 還給你6000元 你就去小屈跟他追 上到小屈的程序 一定有一個 民喻或是主任 例如街市賣菜 即是做過和事 希望你們在見官之前 就能解決到 結果 如果不能解決到 才會見官 如果去到法官 如果去到法官 其實法官也會看資料 原來就是中無糾紛 究竟你要扣他多少次 所以官也會有一個很合理的扣 所以你去到這個 贏面很大 小屈的責任 你贏面很大 反而我覺得 你說 擔心按金 就不用擔心 我覺得你說 每一個月 你欠到4000元 是很重要的 我的意見 今天多謝大家收聽 以及收看 拜拜 拜拜 Eğer有空插 訂閱 有空插 有空插 血 你 Après 你 有空插 weeks